KD-162 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1139艇 现在对你广播 你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 5月29号上午9点13分 中共又闯我金门限制水域 但这次来的不是海警船或渔船 竟然是两艘共军两拐腰 预连机中型登陆艇 两艘登陆艇分别是 弦号KD-161以及KD-162 我海巡掌握登陆艇 从厦门方向航出 行进金门南方水域 全程航行40分钟 没停下来过 在9点53分离开 即便是80年代的老旧登陆艇 这也让金防部丝毫不敢大意 专家分析中共这次动机 原来是29号当天金门海向叉 沃海巡艇又摇又晃 中共也想企图回港时 用灰色地带来超捷径 因为他没有停留 是连续不停的前进 就是比较采取避风的航线 靠近金门 所以用切西瓜的方法 企图缩短他们回港的时间 意思就是登陆艇闯入金门 和海警船来挑衅 有存在差异 但对中共任何动静 我方也得紧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